大家好,这夏至一过,天气越来越炎热,人们都没有食欲 今天我就和大家分享一个做法简单,香拉爽口,比凉面皮都好吃的西枝面藕 接下来请看我的操作 这种面藕在北方比较常见,我们林芬这边才五块钱一斤 一斤就能泡上一大堆 这种面藕要用微水泡发 泡上半个小时就可以了 这个功夫,我先卸点二八酱 凉白开卸酱 水要一点一点的倒 卸成这样的稠息度就可以了 接下来准备一个烘碗 在碗中放适量的小葱花 适量的蒜末 一勺芹椒辣椒面 一点点孜然 飞两次在碗中搓出热油 这样可以充飞的激发香味 接下来开始调味 碗中加入适量的白糖 盐 一点点味鸡鲜 一点点熏醋 醋可以多倒一点 再加入几勺花椒大料水 最后倒入卸好的二八酱 最后切点黄瓜丝 再切点小香菜 把这两样装盘备用 面偶泡了半个小时 已经完全泡发开了 现在把它攥干水分 攥得越干越好 这样更容易吸上料汁 三把就泡了这小半盆 我把切好的黄瓜香菜倒到盆里 再倒入提前调好的料汁 下手把它们抓拌均匀 让每个面偶都均匀的吸附上料汁 其枝面偶就做好了 吃到嘴里满口爆汁 大家赶快给家人们做起来吧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